核氏從1996年蓋到現在 它也位於危險的地震帶上 他們就認為說地震天崩地裂的時候 一個原子爐一個反應器蓋在斷層帶上面 很危險但是問題在這裡 其實我們的原子爐是蓋在一個岩盤上面 我們蓋在岩盤跟蓋在土壤上 土壤百分之七十多水 岩盤呢幾乎是很少水沒有水 大岩石上面然後下面有東西在動的時候 這個土壤就好像你金魚缸一樣 金魚缸的水會煮出來會放大 你如果上面放一個礁石 放一個那種就買 就像你把一個很大的石頭放在金魚缸裡面 你攪水水會動 但那個石頭是不太動的 對對對 然後你是把核是蓋在石頭上面 不是蓋在水上 對對對沒有錯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樣 受教了 我跟各位講不要這樣恐嚇人家 他們就認為說地震天崩地裂的時候 一個鉛子爐一個環鏈器蓋在斷層袋上面 很危險 但是問題在這裡 我跟各位講不要這樣恐嚇人家 其實我們的鉛子爐是蓋在一個鉛盤上面 你的一個東西放在鉛石上面一樣 很堅固的一個地方 他們就是用恐嚇的樣子 他說X斷層 其實X斷層是四萬年以上沒有動作的石斷層 但是也沒有距離到那麼遠 也沒有距離到那麼遠 那第三個情況 我問過很資深的地質學家 這就有一點物理囉 物理囉 他說斷層越長 他以後動作的地震就會越大 那日本的斷層都不用大 台灣的有一些 那外海上有一些斷層都小小小小的 那現在有一些環核的人 硬把它加在一起 加了9.6公里 但是9.6公里 嚴格上來講起來也是不大 日本都是兩三百公里 所以日本會發生那麼大的地震 台灣的地震都是小小的 小到一個階段 不是說完全很小啦 所以就知道 就是說斷層帶越大 它的地震是越大了 這是最類虎克定律 第三個來講海嘯 那各位經歷過那麼多地震 請問一下台灣有經歷過海嘯嗎? 泰國有 日本有 台灣有經歷過海嘯嗎? 幾乎都沒有經歷過嘛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海嘯呢? 因為台灣在東海岸的地方 隔天獨厚 有一個很深的海溝 那各位假如讀過流體力學就知道 很大的浪過來的時候 假如有一個海溝 它會往海溝下面衝 那就會沒力氣起來了 比較沒力了 所以台灣曾經在智利那裡 發生一個大的地震 到日本呢 很大的海嘯 在台灣好像只有幾公分而已 311那次海嘯 在日本很大 流到台灣來的時候 也根本看都看不出來 根本都沒有感覺 所以有些事情 我是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講 有些事情大家去了解 不要對反對的人話術所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東西 這話術講起來都不太有根據的 所以 我想這樣講 大家會不會消除餘粒 還是會有些人不懂什麼叫鹽盤 我剛好看聊天室在講這件事情 鹽盤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我們蓋在鹽盤 跟蓋在土壤上 土壤70%多水 對不對 大家同意 土壤70%都是水 鹽盤呢 幾乎是很少水 沒有水 大銀池上面哪有水 沒有嘛 對不對 下面有東西在動的時候 這個土壤就好像你金魚缸一樣 金魚缸的水會發出來 會放大 你如果上面放一個石材 要放一種的 它賣 就很像你把一個很大的石頭 放在金魚缸裡面 你攪水水會動 但那個石頭是不太動 對對對 然後你是把盒是蓋在石頭上面 不是蓋在水上 對對沒有錯 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樣 我們要從很簡單的道理去講這些東西 假如說講了講了都聽不懂 那我根本就超親戚了 就叫人 對 超親戚了 建築物的結構將嚴重破壞 而和一場的安全停機地震值為0.3G 表示在0.3G的晃動下 反應器仍可順利停機 並確保所有安全系統完整 沒有任何膚射外泄 在同樣的震動下 和電廠耐震程度 大約是一般建築物的三倍 也就是說 當一般建築物在0.28G晃動下 嚴重變形與結構被破壞時 和一場建物不僅不會有裂縫 連裡面的設備及管路也全都完好 當然可以安全停機 耐震等級遠高於一般建築物 面對不可測的天災 台灣核電廠還增設了自動急停裝置 當運轉中的核反應器遭遇地震時 只要感應到0.1G以上的晃動 控制棒就會在兩秒內 迅速插入爐心吸收中子 停止核分裂中止連鎖反應 使反應器安全停機 也就是說當較大規模震動到達之前 核能電廠就已經安全停機